陪你逐风飞翔 这部剧坏到令人咬牙切齿的反派没有 但有一对兄妹可太知道怎么隔应人了 那便是是萧涵萧卿这对兄妹 可谓是茶香四溢 接近沈争怡个有目的 在感情和事业上摆着沈争怡霍霍 沈争怡也真是倒霉 首先是萧卿这人 诚然在沈争怡被欺负时她出头很好 但她的动机并不单纯 她接近沈争怡是因为喜欢邵北生 她在邵北生说不会和搭档谈恋爱后 喜欢上她 在发现她和沈争怡合约恋爱后 搬进沈争怡宿舍 在适当的时候戳破合约恋爱 萧卿能发现邵北生和沈争怡假恋爱 难道就看不出邵北生对沈争怡的不一般吗 她未必不知道 但是她故意在沈争怡没有发现时 说出自己喜欢邵北生的事情 不就是想要用友情劝退沈争怡吗 说实话有点怀疑 萧卿并不是看上邵北生的技术 而是看上她这个人了 才会加入竹锋对恋爱脑不顾自己的事业 表现得茶香四溢 在校季赛后 邵北生请吃饭点了一大堆 沈争怡喜欢吃的东西 可是沈争怡故意没有去 邵北生直接要求服务打包 拜托萧卿带回去 萧卿带回去是带回去了 但是她是怎么对沈争怡说的呢 在乐乐为沈争怡口封问 萧卿和邵北生吃饭吃的如何时 萧卿说感觉邵北生有点放不开 毕竟她在名义上也不是单身 这话说的 很明显是在暗示 沈争怡快点去和邵北生解除恋爱合约 听起来就像是邵北生放不开 是因为名义上有女朋友的缘故 接着乐乐看着饭菜发现 都是沈争怡喜欢的 结果萧卿又说是自己特意点的 饭菜还没有上桌就打包回来 怎么不说是邵北生让你点的 也是邵北生吩咐的打包 这对话实在是太差了 两边做好人 在邵北生面前表现的没有企图心 在沈争怡面前表现的是个好闺蜜 让沈亡怡对她产生愧疚 不跟她争邵北生 有同样效果的还用买雪糕 便利店萧卿偶遇邵北生 利用从沈争怡那边得到的情报 也想促进邵北生和庄月的母子关系 邵北生表示已和好 但感谢萧卿的好意请她吃雪糕 还给沈争怡买了 结果萧卿回宿舍只说是邵北生请她的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舍友的男朋友请吃东西 顺便关爱了一下女朋友的舍友 萧卿这小嘴巴可真是太会说话了 高级绿茶每句话都不假 但都能让人误会 因为故意缺少关键信息 没说是邵北生让点的饭菜 给沈争怡买个雪糕 为了邵北生 她还想把沈争怡推给她哥哥萧涵 不得不说 这两兄妹可以说是一脉相成的茶香四溢 特别深谙说话的艺术 萧涵表现得像一个好教练 为沈争怡争取机会 可是她其实是为了自己 包括培养罗小义 都是为了实现罗小义她哥哥的愿望 为此在竹锋队给罗小义搞特权 想让沈争怡当辅助 萧涵在沈争怡还不够成熟时 让她奸向 一步一步地让沈争怡掉入自己为沈争怡定下的路线 首先为了坚定沈争怡的决心 好心调查沈争怡妈妈过去的事情 以沈争怡妈妈的故事说服 沈争怡划1500米 说这样可以让她妈妈打开心结 于是沈争怡坚信了 其次是练战术时 朱乐乐有点跟不上沈争怡了 萧涵不是对乐乐家训拯救一下 而是直接放弃暗示 沈争怡去找更强的人来配合 最后以提高沈争怡的速度为由 直接把沈争怡带到操场 让她和罗小义搭档训练 萧涵这人比起当教练 更适合去做私教 以自己的目的为优先 不为选手考虑 不反省自身 反而质疑别人是在针对罗小义 可以大胆猜测 她之后 为了让沈争怡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走 大概会利用庄月和沈争怡妈妈过去的恩怨 沈争怡妈妈疑似因为打辅助的庄月受伤 说不定会以此来说服沈争怡 做一个好辅助 不要和罗小义争 让悲剧再度重演 不过这大抵会让沈争怡更加理解庄月